大家好啊 我是你们的朋友大野猫 昨天呢 看世界杯决赛 刷微博 就看到了法国的高炉雄鸡 LeCocque 被戏称为高炉乌鸡 乌鸡 乌鸡是什么玩意呢 大家都知道 黑色的大公鸡嘛 这玩意是大补 而且呢还不便宜 我曾经吃过 挺好吃的 然后呢 我看到网上这么说的 说法国对昨天这个战术啊 是种植园的战术 为什么要种植园的战术呢 一个欧洲人指挥着一大帮非洲人 在场上 当然了 这开玩笑了 法国这一次咱这么说 开赛之前是伤兵满营啊 好几个有经验的球员 像比如本泽马呀 像比如这个伯格巴呀 都因为殷伤啊退出了 然后呢来不了了 他就得换上几个 没什么大赛经验的 搞一帮小年轻的 咱这么说 搞一帮小年轻的 这个法国队最后能打进决赛 打成这个样子 相当不错了 相当不错了 这个呢 咱这个海参队呢 得好好学着点 真的 咱海参队好好学着点 李铁 不 咱铁哥不行了 看来铁哥这次要把老底做穿 大野猫呢 也祝得好运 今天呢 我想聊一聊这个高炉乌鸡啊 他背后的 他想达到的目的是什么 这顶上呢 咱今天要聊的就是中国媒介 就中国传媒 中国传媒给我个什么印象呢 咱这么说啊 印象非常非常的不好 有人跟我说呀 中国传媒十个里边有七个是反贼 三个是李仲克 反正水平呢 那不是一般的差 他给大野猫的印象呢 可能呢 没有那么 没有那么激烈 但是大野猫对他的印象呢 也非常非常的不好 咱举个例子啊 他体现了两点 头一点呢 中国这个传媒 中国这个媒介啊 给我个字就是 就是懒啊 懒惰的懒 为什么懒呢 职业素养 他不是一般的低啊 他这个职业素养 是非常非常低 低到就是说 你已经 你已经就没有 没有办法去形容了 为什么呢 我问问大家啊 上一次 你读到一篇 像样的这种评论员文章 是什么时候 比如人民日报的评论员文章 你读到一篇像样的东西 是什么时候 尤其是有关国际关系的 我们管的叫 opinion ed op ed 或者editorial 你读到什么时候 大野猫读到这篇文 这样的文章 那是几十年前了 应该是二十多年前了 我在97年的时候移民到加拿大 我们家最开始的时候呢 订阅了人民日报海外版 当时我们家当时当时的情况 大家可能不知道 不像现在 你发个微信 你跟家人联系 当年我们打岳阳电话的时候 我们是准备着一搭啊 一小包那个硬币啊 一小包的硬币 然后在这哪呢 在我们这个电话亭上 使劲往里边塞硬币 才能通话 通上几分钟 你不去塞硬币的话 那完了 那完了 怎么办 你电话就断了嘛 当时打岳阳电话 花很多的钱 后来有的电话卡呢 稍微好了一点 再后来有这个手机 可以直接拨了 但是也挺贵的 直到现在 有像微信这样的东西 我们才可以 就是说相对来说 便宜的实惠的 与那个国内的家人通话 当时呢 网络呢 还不是很全面 普及的还不是很全面 当时我们家最开始 上网的时候 我们是用电话键嘛 所以呢 在那个时候报纸 尤其是人民日报海外版 给我们家的感觉 是非常非常的亲切 每当读到人民日报 海外版上的文章呢 就感到回家了一样 我记得当年啊 人民日报海外版 还能写出来 非常有非常有水平的 这种国际关系社论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2001年的4月份 中美撞击事件 我就读到这样一篇文章 批判美国霸权的 他后边有这么一句话 他这么说 他后边有这么一段话 他说呀 即使最后有人做出 某种形式的让步和悔意 那么世界上依旧 还存在着一个霸主 他不是中国 这句话 是非常富有讽刺意义的 讽刺这点 已经拉满了 世界上还有一个霸主 他不是中国 那不是中国谁啊 自己想嘛 对不对 当时我就故意的 加拿大 加拿大是那个霸主 我们是北美 我们之前在论坛上 讲加拿大 我们就讲 我们不讲加拿大 因为加拿大 它没有存在感 我们讲北美 北美 大家都知道是 那肯定是讲加拿大了 对吧 也就是说 当年的我们这 人民日报海外版 还能读到一些 像样的editorial 现在呢 说句宝丁的话 我很多年没有读到 这种试论 我很少看到了 取而代之的是什么呢 是非常龌龊的 拿来主意 为什么说这种 非常龌龊的 拿来主意呢 他怎么办呢 他把西方主流媒体 发出来的文章 然后呢 要么通过谷歌积翻 要么就直接了当 cut and paste cut and paste 怎么办呢 给放出来了 西方媒体说的东西 他原封不动的 放到中国媒体上 放到中国媒体上 然后就 就这么拿来 就用了 这个跟 跟之前出现的那种 大翻译运动 有什么两样 这跟大翻译运动 不是一样的东西吗 这很可怕呀 知道吧 这很可怕呀 你写一个editorial 你怎么办 你得搞实地调查呀 你搞实地调查 争取多方意见 亲身体会 独立的分析 然后写评论吧 对不对 对不起 没有 我没看到这个 当然了 这东西咱不能怪他们 为什么咱不能怪他们呢 你说咱中国大学的文科 理科不算 工科不算 就是文科这个博士 文科这个博士呢 据说呢 也是通过翻译外国著作 翻译完外国著作 在这个基础上做论文 一点创新都没有 可能还甚至还不如B站上的很多up 很多自媒体 那这就非常非常可怕了 为什么非常可怕了呢 因为它没有分辨是非的能力啊 你拿过了一个东西 你就直接拿过来了 你不知道里面 你根本就不去想里面写的是什么 它的意义 它的含义是什么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你把这东西放出来 你把这东西放出来 网络我们知道碎片化的 网民我们知道 一个个都喊是 怎么说呢 你说它小清新也好 你说它脑袋包不够用也好 你说它傻也好 你说它简单也好 这是网络的真实写照 你把这些东西放出来 你把这些东西放出来 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最后的结果就是 大家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 就跟了风 那跟了风最后是谁的错 之前我们出现了 出现了什么网红医生也好 出现了叼盘也好 出现了北京电视台的 一会儿说举个测纸 他支持另一会儿 他得了病了 进了小汤山了 这种事咱这么说 我不感到奇怪 我为什么不感到奇怪 整个体系 整个根基都烂得透透的 出现这种事 它不奇怪 不出现这种事 反而奇怪了 出现这种事 我觉得它非常非常正常 非常非常正常 什么网红医生 趁着那股风 就说了 我把专家全撤了 我把共产党员往上添 当时 如果你要走 宏大叙事的话 你走宏大叙事的话 切尔诺贝利 那番演讲 上面没事 我跟政委已经上去了 我们就缠起缠土 然后呢 劳动模范 和这个疗养院等着你们 那这个是 非常正派的宏大叙事 他呢 不对 这个网红医生说了 我把专家全撤去 共产党员积极分子往上上 你顶着方 让一帮没有经验的人 往火坑里推 你什么意思 但是出现了这种事 咱这么说 出现了这种事 我不感到奇怪 为什么我不感到奇怪 因为整个的底子 你从整个的底子 一个cut and paste 大翻译运动 跟大翻译运动 没什么两样 这个底子 没有分辨能力的 这些这些体系 出这种事 真的很正常 很正常 这是第一个 懒 职业素养 不是一般的差 第二个是什么呢 就是跟风起后 不去分辨利害关系 那这里我讲的东西 就跟这个高炉乌鸡 有关系了 这个高炉乌鸡啊 给我一个 给我的第一印象 是这个 看似如法 实则反华 我再说一遍 高炉乌鸡 看似如法 实则反华 大家听听我 怎么讲这个事 这个叙事是这个 法国 就是高炉雄鸡 LeCock 曾经是高尚的 浪漫的 欧洲白人 曾经是高尚的 浪漫的 欧洲白人 然后呢 经过了这些年的 黑化和绿化 变成了现在这样 要么高炉乌鸡 要么法兰西斯坦 你听听这个名 你听听这个符号 这高炉乌鸡 说法国的非洲人 占比很大了 然后呢 巴黎被非洲人占领了 然后他的寓意 他的背后隐藏着 非洲人的素质低 教育水平差 抢了法国普通人的工作 拖累了法国的发展 拖累了法国的发展 然后啊 又扯上什么 什么法国左翼的 这些人的这种这种让渡 然后法国现在就变成了 从高炉雄鸡 变成了高炉乌鸡 那这是他的叙事 另外呢 绿化 绿化法兰西斯坦 你听法兰西斯坦 是个什么东西 那意思 本身的寓意就是这个嘛 曾经的基督教文明的法国 被一群野蛮的阿拉伯人取代 这个是西方 这个东西是什么 这是西方白人 白人至上主义者的论点 我发现我们的媒体充斥着这样的论调 充斥着这种西方白人至上主义者的东西 拿西方白人至上主义者的论述 来充斥着中国的媒体 中国的媒体被这种论述被打得千疮百痛 然后呢 他会把这个事 他会把这个高炉乌鸡 和这个法兰西斯坦 直接应称到中国 直接应称到中国 然后就说了 广州的非洲人 夸大事实 夸大事实 说啊 他们都成公民了 他们怎么着 他们犯烂了 就这个 然后呢 非洲来的留学生 全额奖学金 然后有赔读的 这也不干了 说为什么不留给自己的学生 为什么给他们 给他们干什么 给这帮寄生虫干什么 就这个 然后呢 对 对少数民族的这种宽容的政策 他也打说 这少数民族的宽容政策 张大哥 好了 我可以告诉你 实则表面上看似如法 实则反华 为什么 大野猫点击点评 别有用心 这是在干什么 这是在试图破坏中国的地缘战略 让他失去民意基础 同时通过民意产生 对少数民族 对伊斯兰阿拉伯世界 和南撒哈拉非洲的仇视 彻底的把第三世界变成中国的敌人 就是这么简单 难道大家分析不出来吗 中国的战略是什么 我之前跟大家说过 我讲 我讲石油美元 那一期跟大家说过 我只不过没提中国 后边我 我讲的破局 自自自自自应称的都是中国 中国的战略是什么 中东石油人民币 新兴城市 产业多元 非洲资源人民币 发展与基建 难难合作 这些东西从根本上动摇了西方的霸权 西方 尤其是美国 如盲在背 如盲在背的时候 他怎么办 他就想办法破坏这个东西 他想办法破坏这个东西 通过宣传的手法 通过宣传的手法 把它弱化 我们之前说过石油美元的形成 美元与石油绑定 同时卡住了非洲的发展 从而实现对非洲和阿拉伯世界的全方位掠夺 那石油人民币呢 石油人民币正好打破了这个体系 他搞的是货币结算多元化 他给阿拉伯世界和非洲多一条选择 有人说是中国人民币取代了美元 不是的 不是取代美元 而是给他们多了一条路 当你给他们多了一条路 多了一条选择的时候 而不是美元体系的单一选择的时候 你就打破了美国 乃至于西方对这些国家的垄断 这个是关键啊 高卢乌基是什么 他背后的说辞 他背后的叙事 是白人给白人至上主义站台 为西方中心主义站台啊 当中国的媒体 中国的中国的网 网上充斥着这样的东西的时候 西方的媒体会通过 会抓住这一点 然后传导到第三世界 配合所谓的债务陷阱 让他们敌视中国 从而也失去民意 这些东西都是为西方服务的 高卢乌基的背后是什么 高卢乌基的背后 是中国是西方对中国打的媒体战 打的宣传战 打的认知作战 但是我们的媒体呢 我们的媒体还在跟风起哄 懒惰 没有分辨的能力 看不出来里边的端倫 看不出来里边的用意 这是最可怕的 那我们的 我们说了 我们留学生 我们有大量的来自非洲的留学生 大量来自非洲留学生是什么 他们是深入发展战略啊 大家想想 我们培养更多的非洲留学生 他是工程师 他回到了自己的祖国 他是什么 产业代表 他带来的是中国的投资 他带来的是中国的产业和中国的基建 军事合作呢 那是安全合作 他带来的是中国的装备 和中国的作战思想和体系 医生呢 医生的带来的卫生合作 等于说这些东西是 等于说是这些东西 让这些国家把命交给中国了 把命交给中国了 把发展 把医疗 把卫生 把军事 甚至把政治 把思想 把命交给中国了 这是通过留学生 中国搞的发展战略啊 这种这种发展战略西方也在搞 西方也在培养大量的学生 那中国也要培养大量的学生啊 对不对 这是在中 这是在 这是跟他们的命绑定的东西啊 这是一种深入的发展合作啊 他的背后是坚实的信任 和坚实的这种根基啊 这是西方要破坏的 这是西方要追讨 要破坏的 他在宣传高楼乌鸡的背后 他想达到的目的 这是他们的目的 我们一定要看清楚 我们不能受骗 不能上当啊 这个是关键 你得分析出来背后的关系是什么 而不是跟他们瞎起哄 但是呢 我们看到的中国媒体就是这个样子 要么懒 cut and paste 大翻译 要么就是剁 看不出来里边 他实际的用意是什么 好了 这期节目就到这 最后呢 我们 我们 我们祝福 我们的伯通兄弟 早日康复 一定要挺住 我们都等着你回来 加油 这期节目就到这 喜欢大野猫节目呢 别忘了点赞评论转发 没订阅请订阅一下 谢谢大家